登登 肉粒 睡覺喔 睡覺是吧 這個是 網拍買的 之前說這個是吃過我覺得 最難吃的泡麵 美國版的日期 吃了一個我實在是無言 連在這個 不行這真的不行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 海膽泡麵 汙泥 在裡面 好來吃它吧 這是要撕起來嗎 這到底是什麼 應該是說放在上面加熱 等一下 喔有捏 這是乾的海膽 什麼東西 等待三分鐘 嗯 差不多三分了 我們來吃吧 這個應該是要煎加進去吧 哇這個 有這麼一點溶解的感覺 我的天啊 喔 嗯這個香味 再怎麼說 泡麵的味道 我們來加這個 這到底是什麼 哇 這是一種 汁嗎 這味就是海膽味 這是一種什麼 這什麼 我們來沾一點來吃吃看 嗯 嗯 不知道 這到底是什麼 嗯 好怪 喔 喔 是不是海膽 它會融化的感覺 喔 這什麼 到底是什麼 油嗎 啊 啊 來吃一個 稍微嚼一下 來吃一個海膽 看看是 什麼味道 到底海膽泡麵是什麼味道 嗯 嗯 說不上來 這是海膽的味道嗎 是有那個 海膽的一點點感覺 可是呢 就覺得好像很 很像泡麵裡面的料的味道啦 畢竟是日清的泡麵 就是 有那個海鮮泡麵 那個粉的那個味道 很好看 比卡丁一點 欸這個 嗯 我覺得 以麵來說 味道是蠻鮮的啦 那你說海膽嘛 嗯 好像 沒有那個 新鮮海膽的那個感覺 畢竟就是 剛剛看到我們 剛剛那個料子是乾的嘛 對 很正常 嗯 不是新鮮海膽的味道 但是你說鮮味跟美味程度 嗯 的確跟 以往的海鮮泡麵不太一樣 以一個 泡麵來說 這算是 中上好吃 中上好吃 嗯 還有這個小花菜 這個小花菜啦 嗯 剛剛嘴巴東西太多 吃吃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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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一個 小花菜的感覺 嗯 因為它原本應該也是乾的嘛 所以 也有一種 泡開來的蔬菜感覺 不過有那個蔬菜的那個 花菜的一點點鮮味還是有的 不過基本上 嗯 這個湯 還蠻濃郁的啦 還蠻濃郁的 嗯 不難吃不難吃 再吃一塊海膽 嗯 不錯 我很覺得開始 可能是 可能是因為海膽的那個 味道融入那個麵 湯裡 然後麵湯又融入到麵裡面 一整個就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個完美的 調和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嗯 可以可以 這個如果要加我吃個兩碗可以 不錯 如果有去日本 或是 朋友有去日本可以 托他帶這個回來 品嘗一下 還不賴啦 欸最後補充一下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簡單來講就是 濃厚的 海膽 奶油 好 我想大家也 不需要看我吃完 那這就是今天我們的 開箱吃海膽泡麵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阿燕做各式各樣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分享按讚阿燕的頻道 我們下回見 拜託訂閱喔 才會吃更多的泡麵 你不訂閱我還是會吃很多泡麵 可能就訂閱吧 感謝大家 掰掰 下回見 掰掰 如果給一個評分 這個 海膽泡麵應該 可以給他的 9分 因為真的算是蠻好吃 蠻香的 那 這個 這個 我覺得最難吃的泡麵有幾分 你知道嗎 這個 -90分 超難吃的 -90分泡麵 超糟 -90分